我們先來PK一下 沒有問題 絕對沒有問題 來 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來 開始了 來 先看運動 看運動 看運動 妳先幫我顧一下 看熱了 不得 請 妳溫度有調好嗎 有有有 因為我們以前襯衫我都會 不敢調溫度太高 真的嗎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郭老師 你一開始就有一點佔比較弱勢 因為你還有解釦子 人家不用解釦子 來來來 速度快一點啊 來來來 還沒有很熱喔 欸 好像不夠熱欸 沒時間等了 人家已經開了 先燙一半 欸 燙一面就好了 燙一面 燙一面 營一面 你燙好了啊 韋哥燙好一面 郭老師 妳說妳是30年的燙衣達人 結果呢 今天喔 被我20年的燙衣達人 給直接打扮 我現在還沒有燙完啊 33秒就燙完四分之一了 我已經算很會燙的人欸 對 但我只燙一半而已 但是我先天上就輸了 第一個 解釦子 第二個 熱熨斗要加熱 這兩件事情就已經敗掉了 它不解釦子 它直接掛上去 然後蒸氣好像開關一開 蒸氣就出來 就來了 其實妳剛才還扣掉 它本來還要拿燙碼 把燙碼架好 把水架好 我這邊直接都是直立式的 直接掛好 而且我今天溫度 它可以調溫度對不對 我的溫度也是四段四 妳只有三段 而且我完全不調材質 因為我是達人嘛 我當然對人很有研究 很過分喔 小瑋哥 而且我跟妳講郭老師 妳知道 傳統熨斗的溫度 最高溫是250度 對 我們的溫度恆溫喔 100度 那為什麼叫恆溫知道嗎 所有的材質是絲 綿 綿 麻 毛 皮 皮也可以 就是反正它是控溫就對了 萬一皆可燙 它是控溫 對 就是這個 我以前永遠這個地方都會走的 然後旁邊才是平的 對 這種壓顏色有黏性的 塗騰的 妳一個重壓跟高溫 沒幾次這個就裂掉了 塗騰就裂掉了 我跟妳講 易华姐妳真的是專家 妳挑的這個東西 這是可以 我們來PK一下 這個東西 這是個重點 有LOGO的東西妳怎麼燙 所以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所以賣衣服的那種高級的 女裝店的老闆就告訴我說 妳真的是要認真去考慮 直立式的 因為第一個 它不會直接中壓 它不是壓胖 它是叫污 穿透式 用污的 對 讓妳的衣服直接鬆軟 對 然後呢 再來 它的溫度沒有那麼高 所有的東西經過重壓 溫度是比100多度還要再高了 沒錯 對 250度還要再高了 沒錯 它悶在裡面 所以當它讓 已經把衣服 這個纖維都燙壞的時候 衣服就老掉 就像人 你常常洗臉 用熱水去洗 洗完之後妳的臉就皺了 可是 直立式的這個運動 我還是也是有一些疑問 什麼疑問 對 我現在就是要問妳 第一個啊 我覺得就是收 它的高度永遠在這裡耶 對 它的高度 我們這個桿子 妳可以直接把它打開來 直接往下降下去 沒有 我先 那降給我看 不是 因為 我就說一隻這麼大隻的 這個巨大的機器放在家裡 我們就是怕佔空間耶 好 原來這是伸縮的 對 伸縮的 你直接可以往下降 沒有 對不對 可以直接往下降 降下去 來 這根拿起來好了 來 所以它可以降 這個還可以降嗎 對 也可以 也可以 所以最小 對 就收起來 然後再把它扣起來 好可愛喔 妳一個小紙箱 還要那個簡單 放在妳家裡面床底下 或是收到 我想要拖它去旅行了 對 那偉哥如果扣起來之後呢 對 全部都鎖住了 就這樣 對 妳可以提著走 等一下 重量 還好 裡面還有水耶 妳不要去提 它下面有四個輪子 妳可以推著走好不好 還要是這樣子啊 對 它可以推著走 這時候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有四段式的調整 它很人性化 它就跟我們傳統運動一樣 它可以噴材質 對 聚合纖維 毛料跟棉還有麻 對 而且 它溫度再調 對 葉華姐妳剛才講到 要節能省電嘛 我們第一段的速度 它的恆溫是100度 它蒸氣不要這麼大 它只有300瓦 600瓦 900瓦 1500瓦 對 它可以隨著妳的衣服的材質 來去做調整 可是它的溫度 都是100度C 那100度C 你在燙衣服的同時有沒有 消毒 抑菌 除霉 你的香水味 霉味 煙味 對 妳不要每天都拿去送洗 這個我認同 對 以前燙餡很麻煩 一定要功夫跟技術 對不對 今天給妳這個小法寶 以前那個燙碼很大很長 對不對 很麻煩 今天這個小法寶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燙餡夾 它就是取代我們以前傳統的燙嘛 燙餡 今天妳只要把它這個 直接架上去 來 一個很簡單 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邊有個插銷 對不對 直接有沒有 插進去 等一下就燙餡給妳們看好不好 直接燙 現在 現在 直接燙給大家看一下 來 可是 來 音傑 怎樣 看一下有沒有餡 先看一下有沒有餡 沒有 沒有嘛 沒線 沒線 等一下我燙完之後看有沒有餡 好不好 來 我們直接很簡單 這邊有個壓有沒有 直接把它壓著 然後 放上去對不對 然後妳就直接走下來 壓下來 真的走 很簡單 有沒有 哇 滿省時的喔 對 很省力喔 來 直接燙下去 拉下去 好 看一下 看一下 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看一下 好 有餡 有沒有線 對啊 跟洗衣店燙的一樣 請我摸一下 可是不到5秒 等一下 是真的 可是 它不是那種立體 就是跟妳講說 已經破壞材質那個線 對不對 它沒有那麼死 對 我們有時候燙燙燙到 不會面對 很明顯的線 很明顯的線 這個就是說 妳今天用直立式醞燙機的好處 是否還能夠 可以 要是否還要到 那些人 可以 要是否還要到 那些人 那些人 可以